现前当来,必定见佛 望有缘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都能随喜订阅人间修行录频道 点赞并转发本视频 让更多的有缘人加入修行的队伍 就是成就不可思议的法不失功德 现前见佛,就是你当生能见佛 这就是你信心恳切,用功得力,勇猛精进 得念佛三位,那你现前就能见佛 在定中见佛,就像慧远大师三次定中见佛一样 那为什么能够现前见佛呢? 是由于阿弥陀佛的法报化三身 阿弥陀佛所弃正的大佛顶 他弃入到众生的心性里面 所以众生的内心就有着阿弥陀佛的原形 就有着三十二相八十种随行好的信息 所以透过一佛念佛,我们就能把净土的原形 把佛的相好光明给他彰显出来 一切佛现前,你能见佛也离不开我们现前的一面心性 离开心性是无佛可谈,叫心外无佛,佛外无心,心佛易如的 那么这个见佛就是指功夫得力 北面佛三位,可以当生见佛 还有一种是当来见佛 就是你今生不能现前见佛,但可以当来见佛 当来见佛,是有两个情形 第一种就是你一辈子心还是浑浊,见不到佛 实际上见不到佛的原因是在我们这一边 我们每一生佛号的持念,实际上阿弥陀佛就在前面 但是由于我们心散乱,看不到 这就类似于这潭水很浑浊 虽然月亮就在上面,但你的浑水里面显现不了月亮的影子 水清才月线,等你的水清澈的时候,马上就有月影 这时候有月影,不是这个月亮赶紧跑过来 它早就悬在空中,就看你的水是清还是浑 水清了,月影就现前,水浑浊,月影就没有 没有,不是说天上没有月亮,还在那里 所以,阿弥陀佛的法暴化三身永恒的在那里 就像那轮月亮就在那里一样 能不能见到这个月影 完全取决于我们的心水的澄清和浑浊的状态 所以,现前见佛是我们的心水澄清了,见到佛了 我们现前不能见佛,还是心里浑浊,散乱,怀疑,功夫不得力 那这样,只要具足信愿称名,虽然我们还很散乱 但是我们可以当来见佛 当来见佛,就是指临命忠实可以见佛 临命忠实关键的时刻,神识出体 自然显现西方三圣拿着连台接引 这时候是他神识出体的时候,是这个关键时刻,他见到了 心生欢喜,他就自己见到自己的神识到了连台上 在连台上向佛顶礼 但是连华会闭合,闭合瞬间就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起保时八功德水里面 还有一种情况,实在事业账很重 临终都见不到佛,但是他能见到连华 见到连华,他就上了这个连台 连华闭合,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还不是马上从连华里面出来 连华的出来还有时间的早和晚的差异 上品上升,才能一去华开见佛 那其他的,都要或者经过七天,四十九天,半截,三截,六截,最长的是十二大截 犯了五亿十恶的重罪,在连华里面要待十二大截 等到从连华出来,如果业障重的 刚从连华出来还是两眼朦胧的,看到佛都很不清楚的,雾中看花一样的,还得适应一下,慢慢的越来越清澈,看得佛越来越清晰了 这就是往生极乐世界之后,从连华出来才能见到佛 这是两种见佛 虽然见佛的时间和空间都有差异,但是他必定见佛,是一定的